眼前打人的女孩叫小静 今年14岁 来自安徽富阳 被打的中年男子是小静的父亲 面对小静的拳打脚踢 他不躲不闪也不还手 那么为什么小静要当众对父亲打不敬呢 事情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小静父亲今年41岁 长期在外打工 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和妻子离婚了 小静一直跟着外婆在老家生活 直到今年2月份 小静的父亲从外地回来 从外婆那里把小静的抚养权争了过来 小静被迫辍学跟着父亲外出打工 之前就还没生就跟我姥姥住了一块 现在还拿着刀逼着我 我正在上学呢 他就拿着刀给我逼来的 今天小静我要带我来的时候 我跟他招呼大 我自我的女人就那一个人 此后小静随着父亲漂泊他乡 居无定所 父亲打工赚钱 小静就待在工地或者出租屋里 而生性耗久的父亲 有时喝多了酒 就会对小静又打又骂 小静父亲说自己打骂女儿不对 但目的是想让她学好 不要成天跟不三不四的人接触 今年九月 父女俩来到南京 父亲外出找工作 小静随着拖拖地跑到一家酒店打零食店